我的世界老玩家才会的五个简单操作 第五名 你们平时都是怎么打凋零的呢 是困在夏季的记忆里 还是墨地的祭坛中 这些都太麻烦了 只需要在12格高的泥柱上放个漏斗 然后摆好灵魂纱和两个骷髅头 在漏斗上方放置岩浆 必须迅速召唤 凋零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岩浆柱里 乖巧的像个200斤的孩子 然后呢 我们跑到他头顶 用滴水石锥和火板纹击杀凋零即可 夏季之星会被漏斗收集 不用担心被岩浆吐没 第四名 我们在做很多装置时会用到僵尸 为了防止僵尸被刷眉 一般会用命名牌来修改名字 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挺难找到 其实只需要一艘船 就能让系统识别到僵尸 让它不会消失 第三名 对很多新手来说 古代城市的坚守者就是噩梦级的boss 一会流神就被他一圈秒杀 只能鬼鬼祟祟的进步 生怕弄出一点动静 但解决它其实非常容易 我们先在地上用火板门围个圈 然后大摇大摆的发出声音 召唤接受人过来 把它吸引到火板门中 它就会被困在这里 无法跳出火板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开宝箱 再也不用担心被打死了 第二名 如果你想让村民乖乖的待在房间里 那就在门口放一片地毯吧 地毯的0.2个厚度 刚好能卡住村民 让它们没法出来 像这种的交易大厅 也能用地毯限制村民活动 当然了 两个高的小僵尸 同样无法穿过门 第一名 要在基地周围插火板 是萌新玩家的第一课 但大部分玩家插得都很随缘 哪里太密了 哪里插漏了 全屏运气 其实检查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在设置里 把亮度拉到最低 就能清楚地看到 每个火把的招式范围 如果你想再精准一点 那就把平滑光照也关掉 这样就能看到精准的范围啦 你学会了吗 快去试试吧 不不不 不不不